大家新年快乐 今天是我们农历的1月1号 古年说一人附属 幻象更新 师尊在这边 祝贺我们圣灵宫所有的道亲 以及大德善然信仪 新年快乐 万事吉祥 事事顺利 生一人能够事业顺利 一般的家人能够家庭平安 大小和乐 求道之人 修道之人 能够道光精进 能够修道有成 更祝福圣灵宫的未来 能够走向万国九座 大家能够同心协力 让弥勒净土 普耀人伦 能够照耀整个沙坡地球世界 让有缘众生能够得此妙法而得救 祝大家新的一年 万事吉祥 心体健康 大道有成 感恩 新的一年 师父如果是对归与道前有什么起喜 圣灵宫的开放 是得到大家同心同德 努力而成 如果师父对大家的期望是什么 大家已经尽心尽力地来协助道场开放 我相信大家的心力厌力都相当的坚定 甚至于非常地发心 新的一年 我们希望我们的发心发愿 能够持续永恒 甚至于能够把这个福音 努力地传播出去 让我们在宏来宣导 甚至于可以从五方道场散播 到万国九州 甚至于走向国际 以后我们圣灵宫的道亲 一定要以道场为我们的家 到归一的道亲 就要如同兄弟姐妹般 我们都是荣法身为母娘的子弟 都不要分离我 要同心同德 就如同一家人 这样子我们才有办法 能够让圣灵宫在未来的一年 甚至于以后 能够把这个道 透过大家的力量 能够散播出去 甚至于能够 让我们的三宝心怀 迷入境土 透过大家的努力 真正的可以让迷入境土 照耀人文 普耀众生 现在五方道场已经快要完成 那我们的有待天明的这些后学 经过长时间的培养 已经也都慢慢的 进入了状况 甚至可以独当一面的掌控 甚至于传道 主持一个道场 那师父的未来 会慢慢把这些重心 移转给后学 然后师父会专心来教 这个三宝禅修心法 以更专业的方式来教禅修 让大家真正的能够体会 庙法的书胜 或者说这个法对众生的好 以及真正的可以了生脱死的真意 迷入境土的真 迷入境土的书胜 可能会透过禅修方式来传达出去 让大家更能体会 甚至于我们以后也可能会 不断地做一种禅修的 共修的共修班 来把这个三宝禅修法 透过用禅修的方式 能够把它传出去 传出去 就是师父对三宝禅修法 以子官禅修结合为禅修方式 来介绍弥入境土的书胜 或者说透过禅修方法 让大家知道三宝禅修法 比你在修禅中更易得易修的 这个书胜因缘 这是师父未来对三宝禅修法 传承的一个愿意 以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